屏東有一名漁民疑似在收網的時候重心不穩 從自己的交罰上落海 當時這個交罰沒有熄火 讓落海的漁民來不及游回船上 只好拼命地往岸上游 好在被民眾發現報案 有海巡人員將漂流三個多小時的無星漁民給救上船 發現落海漁民的蹤影 兩名海巡人員立刻帶著救生圈跳入海中 搶救在海上載服載沉的無星漁民 在海中拼命游了三個多小時 無星漁民幾乎全身貪亂 沒有力氣 警報的救生圈 有兩名海巡人員將他拖往巡方艇上 這名被救起的無星漁民 凌晨時單獨駕駛交罰出海捕魚 卻在收網的時候不慎掉落海中 當時交罰又沒有起火不斷地往前進 讓無星漁民根本來不及游回自己的交罰 最後只能在海上漂流 漂流這麼久 他的體力已經消耗很多了 所以已經離岸邊很近 還是沒有辦法自行游上岸 在無星漁民的請求之下 海巡隊員也持續尋找在海上不斷前進的交罰 最後也是由兩名海巡隊員上船 將這艘沒有人駕駛的交罰開回岸上